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半导体行业正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竞争 尖端晶圆代工厂2025年开始使用2奈米工艺节点量产晶片 半导体领域正在上演一场激烈的竞争 作为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企业,台积电的技术实力无庸置疑 这恰逢3奈米量产的第三年 首批搭载3奈米晶片的智慧型手机是苹果iPhone 15 Pro和iPhone 15 Pro Max 这两款手机都配备基于台积电第一代3奈米节点N3B构建的A17 Pro应用处理AP 台积电第二代3奈米节点N3E用于制造iPhone 16系列 所用的A18和A18 ProAP 尽管早前有传言称,台积电将使用其2奈米节点制造A19系列AP 但明年的iPhone 17系列晶片将采用台积电第三代3奈米工艺N3P制造 苹果可能希望等到2026年的iPhone 18系列才使用2奈米节点 制造其A20和A20 ProAP以节省费用 使用新工艺节点,制造晶片所用的锡片价格通常在该节点使用的第一年更高 这一策略显示出苹果对台积电技术的信赖 同时也反映出半导体行业对制程工艺的追求 台积电高雄2奈米新厂已在11月举行设备装机典礼 比预期早于半年 该厂预计2025年实现量产 苹果、AMD等海外大厂将是首批客户 亦有报道指出 去年贡献台积电营收比重高达25%的苹果公司 将成为台积电2奈米的第一家客户 据悉已包下台积电2奈米出汽的全部产能 值得一提的是 台积电在台布局2奈米晶片方面 新竹宝山、高雄新厂两路并进 且早在今年二季度 位于台湾新竹科学园区的宝山2奈米晶圆晶片厂 已开始设备装机 7月份开始后市产 同样预计2025年量产 台积电董事长兼总裁魏哲嘉 此前曾向媒体表示 市场对2奈米技术的兴趣已明显超越3奈米技术 预示2奈米将成为未来市场的新虫 但受限于监管政策 2奈米先进生产技术仍无法移置海外基地 他表示 虽然台积电在美国、欧洲和日本都在建造先进工艺晶圆厂 但是最新的生产技术不能转移到海外 现阶段不能在海外生产2奈米晶片 此消息 为台积电未来5年的稳健增长预期注入了强新计 并根据大摩研究报告显示 台积电2奈米月产能将从今年的1万片市场规模 增加到明年的5万片左右 到了2026年 苹果iPhone18内建的A20晶片会采用2奈米制成量产 届时月产能将达8万片 3奈米产能则同步扩增至14万片 其中美国亚利桑那厂将有2万片产能 这家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厂台积电 已经在2奈米上填满客户名单 除了其最大客户苹果已全部签约2026年的2奈米产能外 台积电的客户如HPC高效能运算制造商 人工智慧 AI 晶片制造商和行动晶片制造商也都参与其中 这使得台积电在2奈米订单方面领先于英特尔和三星代工厂 除了苹果 其他表示希望搭上购买台积电2奈米产能的知名公司 包括AMD 辉达 联发科和高通 台积电最大的竞争对手三星电子 近年来在制成工艺的良率问题上遇到了一些挑战 过去几年三星代工厂在4奈米3奈米和2奈米的良率方面一直存在问题 三星曾因良率低下导致订单被台积电截胡 三星代工厂在为高通生产骁龙8占一时 4奈米良率非常糟糕 以至于后来高通放弃三星代工 转而选择台积电 台积电制造了骁龙8PLUS GEN EAP 尽管三星代工厂将4奈米良率提高到70% 然而三星代工厂在3奈米方面仍然存在良率问题 据报道 这导致300米Exynos 2500AP的生产延迟 因此 三星可能不得不支付额外的资金 为所有Galaxy S25系列手机 配备更昂贵的骁龙8 Elite SoC 而不是其内部的Exynos 2500 这一情况无疑给三星的未来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低良率会增加晶片的成本 因为需要额外的吸晶元来制造足够的晶片来完成订单 与此同时 明年的晶元代工厂领域 另一位潜在的竞争对手 日本的Rapidus公司正逐渐站入头角 该公司由日本政府资助 而日本政府本身正在与美国合作 使用IBM技术制造2奈米晶片 Rapidus计划专注于小订单和客制化晶片 它不会一开始就专注于通过量产晶片的订单实现盈利 IBM早在2021年5月就使用2奈米节点 制造了第一款晶片 甚至使用了全环绕炸机GAA电晶体 使用垂直放置的水平奈米片围绕通道的四面 GAA允许更好的控制驱动电流 并减少电流泄漏 可以生产更强大更节能的晶片 Rapidus的出现 无疑为日本半导体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同时也打破了台积电和三星 在半导体领域的垄断地位 然而目前有关Rapidus的具体技术细节内幕 暂时不得而知 这无疑为未来的竞争增添了更多的悬念 与此同时 英特尔的合同代工业务 是美国晶片制造商扭转局面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这是前执行长帕特基辛格的计划 他曾在2021年表示 英特尔将在2025年 凭借自认等效业界1.8nm的 Intel 18i节点 从台积电和三星代工厂手中 夺取工艺领导地位 但基辛格于2024年12月辞职 尽管该公司仍预计明年生产1.8nm晶片 但英特尔现在处于一片混乱 因为还没有任命下一任CEO 到目前为止 亚马逊AWS是唯一一家 签约Intel 18a工艺节点的致命公司 无论是台积电 三星 还是Rapidus 他们都在为明年的半导体竞争 摩拳擦掌 在这场竞争中 制程工艺的进步 无疑是关键因素之一 然而 除了制程工艺之外 成本 良率 客户支持等其他因素 同样重要 各大厂商需要在这些方面 不断提升自身实力 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 立于不败之地 此外 市场风向顺变 这也给半导体行业 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未来的半导体行业 将会有更多的可能性 无论是人工智慧 物联网 5G 还是其他新兴技术 都需要半导体行业的支援 因此 各大厂商需要紧跟市场趋势 不断探索新的技术和应用场景 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总的来说 明年的半导体竞争 将是一场激烈的比拼 台积电 三星 Rapidus等厂商 将竞相推出更先进的制程工艺晶片 同时努力降低成本 提升良率 在这个过程中 各大厂商需要不断提升自身实力 把握市场趋势 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对于全球消费者来说 这无疑是一件好事 因为这意味着 他们将有更多的选择 能够享受到更先进 更优质的半导体产品 不过考虑到代工厂的客户名单的规模 如果必须选择哪家代工厂将赢得二奈米之战的话 大多数人应该会选择台积电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 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谢谢